時間拉得比較長 因為我必須要把那個造型變換之後 我拍完的時候 還等了一個月才把眉毛長齊 你眉毛還能長出來算不錯 對 我很怕長不出來 真的喔 對 那你就要學藍心眉了 有一次要批約打麻將嘛 我就到他們家一敲門 一開門 他媽媽來了 我說 伯母你好 伯母去死啦 我就心眉啦 沒有眉毛真像他媽媽 他爸爸藍教頭嘛 他爸爸是游泳教練姓藍 藍爸 對 藍爸 我們都叫他藍教頭嘛 你問他 對不對 我是知道心眉是美麗教主 我們都叫他藍教主 一個女生你叫人家藍教主對不對 很奇怪怪的 來 先把這個新歌給唱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好好來聊一下 理財之道 藝人當中最好的就是任賢齊 沒有啦 不敢當 告訴你啊 全內地啊 至少這個幾十省裡面啊 他的房地產啊 至少五六十筆 哪有啊 我沒有那麼多啊 不要太客氣 等一下好好聊一聊 好 先來這一首歌名竟然叫做副歌第一句 對 副歌第一句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句 你的副歌 譬如說張信哲有一首愛你愛我有沒有 副歌第一句就很 愛你愛我 愛你愛我 我們愛整個 這只是一根引起一場夢 一場遊戲 這個是副歌的第一句 副歌是這樣接下去的嗎 副歌第一句好不好 來 來來來來來來 情歌唱著唱著 最後只記得你 副歌 我們愛著 我就現在還是想你 什麼好歌詞 哼著哼著旋律也更正 到了我們走著 走著 節奏卻滿了 愛情的關鍵詞 都在各自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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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副歌 第一句 是不是 我 愛你 第一句 因為愛的早一輩子 唱和甜蜜 我們都不可以一句 愛是不是我愛你 這一句是指的美麗 謝謝 欸... 這有 我跟你講 我們這樣聽是最準的 會不會中妳問我就知道 妳問... 會中嗎 我敢說不會嗎 真的好聽 會真的好聽 我也蠻喜歡的 其實它的Lead Instrument是大提琴 所以蠻有那個魂厚跟那種 慢慢紓緩出來的浪漫 讓人家聽得有一種心情沈穩的感覺 對 我覺得你的歌藝又進到另外一個層次 對 它很隨性的一種表達 揮灑得非常好 其實我想的比較簡單 以前前幾章就想說 怎麼樣比較賣 因為唱片越賣越爛 然後就... 但你怎麼那麼客氣啊 你這... 可是因為我賣過很好嘛 不習慣到沒有超過200萬張的 沒有啦 我現在只要賣2500張 我就很開心 我有聽說 最近很難賣到幾萬張 還好上一張10萬 營業額 10萬 10萬 也是339萬 所以這個是... 有點傷感 當然因為現在音樂的產業... 你想睡齁 沒有啦 你不是說這樣子啦 我沒有啦 聊唱片你沒有 享受我們 我有... 我們剛剛聊什麼 有 我知道就是唱片現在市場比較不景氣啦 對啊 沒有像以前那麼風光啊 一次就可以賣兩三百萬 所以有時候想太多 反而綁手綁腳 現在就是... 做自己喜歡的 很單純的 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誠懇的去唱 它OK的 因為它的歌主要是用在表演裡面 在那個大型的演唱會裡面 哪一場不是它 對不對 你單單走穴你都走不完 對 我比較... 巡迴演唱會比較多 比較少走穴 比較少走穴 走穴 我有一個朋友 他聽說他走穴一場就是一百萬 一百萬 知道走穴是什麼嗎 對啊 走穴 不知道走穴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到這一層唱一個 那一層唱一個 那個地方唱一個 唱一個到處巡迴 巡迴登台表演 那它是套餐的 它不是像它這種歌唱 就是說我可以搭配好幾個 其他的歌手一起唱這樣是不是 其實小琦啊 在進入這藝能界以前 她一路辛苦過來 我其實念書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到這個 表演工作的幕後 我打工的時候還遇過憲哥耶 對 我是做燈光音響的 然後那時候憲哥是校園天王 他很多那個校園演唱會 他全包了 所以有些時候會發那個 燈光音響工程給我們 對 也賺了一點錢 所以你們兩個那時候有 就是有交集嗎 因為當時我見過他幾次面 然後我心裡面 並沒有看好的一個打算 就是 年輕人 好好把這燈光音響弄好就好 我哪知道 突然變人家變亞洲天王 那我的媽呀 可是你也都很好 因為結論還不是因為你出來了 對 我當時應該簽你了 謝謝 你看起來比較不刮心 不要看那邊 不要看那邊 看我這一邊 看我這一邊去 你不要這樣亂講話 你被科莫多榮咬啊 會啊 你比較好 然後 趕快下一個話題 下一個話題 後來你打工你打過很多啊 搬運工 對 DJ也幹過 最早我是在那個梨山的果園打工 我同學他們家有果樹園在那裡 他跟我說 欸 跟你講喔 那個打工然後一邊做工 一邊吃水果 還可以吃水果 這麼好啊 我就去了 結果發現上當了 怎麼說 那個時候連花都還沒開 我只在每天搬肥料 Oh my God 我能在那邊通吃肥料嗎 所以我在那邊悶了兩個月 因為都在山上面 可是跟那個 我們原住民的朋友住在一起 很開心 每天都是唱歌 跳舞喝酒 喝點小米酒這樣 對… 我印象當中你好像也在那個 敦煌樂器 那時候呢 因為要買樂器也沒錢 然後就壓在那邊打工 後來我還跟著傳哥 那時候 傑哥也在那裡 傑哥也在那裡 我是幫忙去調音 然後把大家音調好 然後在那邊當舞台監督 調音的時候 我是對音響是特別的這個 非常的要求 是 當時要是你調我的 把你罵死我你了 我還沒有挨罵過 因為那時候 調得好不好 那部分 像王傑啊 張信哲啊 傳哥啊 我也都調過 但是那時候的科技很簡單 所以大家要求不高 那真的什麼事情都做過 我還記得後來 你在阿通伯那裡 有拿過嗎 你看時間過多快 阿通伯都已經殺手人寰了 對啊 在他的葬禮上面 大家還在那邊說說笑笑呢 因為他平常的為人就是很開心 所以大家去送他的時候 還是抱著一個 想念他 但是還是 這是我們共同認識的老朋友 不過在那裡你打工 你有學習到些什麼嗎 我沒學到 但是他送了我很多A片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每個月打工要領薪水 他每次都想盡辦法 要A我們的錢 我就說 為什麼只有兩千多塊 不是三千多嗎 哎呀 我跟你講 你就不要計較 這兩片你就拿去吧 我一看 你怎麼會給我這個 他說我很多嘛 我說 我這個人的造型好像很